岳父舞台 唱响启程转合四大篇章 赛制中盘 岳父舞台积分暂时落后 目前两个舞台相差44分 感觉他们把最重的炸药包已经丢出来了 然后后面就是轻装上阵了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包 所以就还好 再次提醒各位 启程转合四个篇章的总积分 决定最终的胜负 本周国潮演唱会开启最后两大篇章 转与合的舞台 接下来首先有请盖 为我们带来开场秀表演 兰花草 兰花草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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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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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的两个舞台将是一组原创音乐的对抗 请东西舞台的张嘎松老师和乐服舞台的端心华老师做擅长准备 加油啊 鹤郎加油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啊 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 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早知道回家现在请你待点酒 到底到底是什么呀 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看吧 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我当时发出这之后 就是一下形成了一个 所有人的那个所有人的那个所有人都在下面 他们很共情 你写的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他说他就不该花五百块钱去烫头 一会有意思 我这么顺着就唱下来的一句一句 我发现我不管什么时候唱这歌的时候 两个就感觉很积极 就很然后就很乐观 所以我就想一下 真的是这首歌是可以在逆境中是 一 两个来来来来来 我觉得这首歌适合互动 是吧 从这可以来一点点这种东西 这首歌特别适合互动 好听 听说了又是个积分赛 那就大家是个集体 那集体的话 就要考虑这个怎么去对战 拿东西出来的问题 节目组说的是要观众投票嘛 然后要选一首大家都比较熟的 就是那个我害怕鬼 我害怕鬼但鬼为上我分号 我害怕鬼但鬼为上我分号 我害怕鬼 这次搬上舞台的话 是要把它做成我当初就想要的一个 一个样子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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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追 这边 嘎松也确实他自个儿一个人演 我们希望能给他 因为别的人的演出都是一堆人在演 我们希望给他注注力 等下来 就要下去了 接下来 基本上先到来 还要看个公司